摸帕又跌在 姚子柒也将那布袋围在了外衣里头 姚晃又整理出一只扁盒塞进了衣袖里 两人收拾了一番 从外头看去没有任何不妥之处 姚晃这才带着姚子柒走到院门处 紧皱的眉头一松 换上一副带笑的表情 伸手将大门拉开 姚子柒看见门前 立着一群黑衣人 侧身躲在了他爹身后 各位 这个时候找上门 有何贵看呢 为首那个黑衣人 刷的一声拔剑架在了他脖子上 将另一只手伸出 露出手心上面泛青的黑色 要不知 解药拿出来 然后跟我们走 姚晃咧嘴一笑 哟 看你这模样 刚才是翻了我家的墙头吧 呵呵 放心放心 这毒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内力的人 挨着就像是摸了一把土 洗干净就好了 也就是你们这些有内力的 摸了才会坏事 别怕 两刻钟后 你这一只手上的毒啊 顶多会窜到另一只手上 恭喜你 两只手就要全废了 黑衣人目光一寒 手上想要使力 却发现肩膀陡然一通 连忙将剑收回鞘中 以示两臂再无半点力气 片刻后又有两名剑客 闷哼出声 他身后没有中毒的三人 见了这情形 刷刷几下 又抽出了几把剑 指向摇晃 立声道 解药交出来 摇晃脸上的笑容未减半分 哼 别急嘛 咱们有话好好说 这解药我是会给你们的 只要你们行个方便 让我上隔壁家吃顿晚饭去 事后我绝对会乖乖同你们走 不然你们就等着废了吧 为首的男子皱眉对他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摇晃脸上露出了哀怨的神色 我哪里要耍花样啊 你们要带我走 我答应啊 只是走之前 你们至少要让我见见人吧 东林有个美貌寡妇 我心悸已久 这么就跟你们走了 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哎 你们到底答应不啊 黑衣剑客犹豫了片刻 冷声道 哼 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 就算是受废了 我们照样能带你回去 画壁他就对身后人道了两句简短的口令 六人迅速地散开 虽有三人双臂无法动弹 但仍然利索地在卢家院外隐蔽好身形 姚黄暗松了一口气 拉着女儿就朝卢家走 姚子柒脸上带着焦急 想要挣脱 却被他狠狠扣了一下手腕 就觉手被两寸处一麻 脸上的表情瞬间缓了下来 连半张的嘴巴也合了上去 一副淡淡的神色 嗯 姚子柒喉间只来得及滚出一个字音 摇晃又伸手做出为他谈尖的模样 借机在他的锁骨一侧按下 顿时再听不见他言语 卢家的大门没关 两人推开直接走进了客厅 卢氏正在往桌上端菜 见到他们来笑道 你们来得正好 快坐 姚晃一笑之后 垂头掩去了眼中的歉意 拉着姚子柒 在两张相邻的椅子上坐下 一跃端着碗筷 从后院走进来 对着姚晃道 姚叔 我娘今天多做了好几个菜呢 都是你和子柒喜欢吃的 姚晃伸手接过了碗筷来 嘿嘿 我来摆 你去帮你娘的忙吧 阴沉取回了自家 小满也不在 姨玉应了一声后 就转身同卢氏一起去厨房帮忙 卢俊和卢智从里屋走出来 同姚晃打招呼后 就在桌边坐下 等菜全都上满 人在桌边坐全了 大家才一起动快 卢氏夹了口菜 放进了姚子柒的碗中 紫柒今天是怎么了 也不吭声 姚晃叹气道 刚才在家里训斥她两句 正和我闹别扭呢 没事 咱们先吃饭 卢氏有些不赞同道 姚先生 紫柒这么大个人了 跟着你又是做家务 又是做饭的 你也别太挑她毛病 姚晃点了点头 应了两声 众人纷纷夹菜入口 姨宇见坐在自己边上的姚子柒 神色的确不大好 但要再问 胡听扑通一声 扭头就见卢氏和卢家兄弟 全都趴倒在了桌上 看到卢氏和两个哥哥 突然趴倒在饭桌上 姨宇下意识地就要张嘴喊话 胡觉肩颈一麻 却是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扭头看向已经从椅子上直起身来的摇晃 一双黑眸中蹦出了怒火 摇晃压低了声音道 别怕 他们只是暂时睡着了 过一会儿就会醒 他压下心中生起的慌乱 迅速起身到卢氏他们身边检查之后 踩右抬头看向摇晃 包含怒气的眼中带出询问之意 摇晃绕过桌子 走到他跟前 不去看他一脸防备之色 从袖中掏出了一只半尺长 四指宽的扁盒递过去 小声道 外面有人堵截我们 这才借你家顿陶 他们找不到我们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这盒子里的东西想必你日后有用 咱们也不知是否能再见 哎 你是个聪明的 我原当你遇见我始终幸运 现下看来 一遇并没有伸手去接那只盒子 听了摇晃的话 指的外面有人要抓这对妇女 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尽管他强调那些人不会为难他们一家 可谁又知道真假呀 想到摇晃很可能的真实身份 加上当下他的作为 他更是不可能让他们顺利地逃脱了 摇晃的确对他娘有治病之恩 对他也有半师之情 若现下家中只有他一人 那就是留下给他做了顶包 又何妨 但卢氏和卢智 卢俊都在 他是半点也不可能拿家人的安危 去送人情的 这些念头只是在他脑中一闪而过 摇晃话音浮落 他便趁其不备 快速伸手准备扒了掉桌上的碗筷 想要用着声音引起屋外之人的警觉 可摇晃的动作却比他更快 就在他的右手挨到盘子的同时 闪电般出手擒住了他的手腕 一遇惊惧地发现 身体竟然不听使唤了 没容他多想 摇晃轻叹了一声 把他按在了椅子上坐下 又将那只匾盒放在了一旁的椅上 姚叔是绝对不能同他们走的 小玉 带我向你娘和哥哥们道歉 摇晃女婢便绕到姚子妻身边 将她拉起 走到客厅的后门 竖起耳朵 听了外面的动静 神色一松厚 便轻手轻脚地走出了门去 一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心中却是既惊又怒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掀起帘子 出了他的视线 两人到了后院 在姚卢两家乡邻的那面墙下 堆有高高的一摞杂物 正是先前姚晃 帮卢家看风水之时 让卢俊弄的 姚晃提着姚子妻的肩膀 吸气 一口气纵身一跃 在杂物堆上一踏 就窜上了墙头 身影几番起伏之后 消失在夜色中 先前在姚家四处隐蔽的黑衣剑客 因为一半中毒 不敢再守墙头 全换在了卢家门前 小巷处等候 剑摇晃进了卢家 半天没有出来 为首那人便觉得不妙 当下几人就踹开卢家的大门 冲进了屋中 见到桌上趴倒的三人 和僵着身子的遗孕 没有中毒的三人 两人跑去了后院 一个在屋里查找起来 不大一会儿 三人又空手回到了客厅 为首那个双臂失觉的剑客 冷着一张脸冲一欲问道 姚不治呢 一欲因先前被摇晃的手段制住 这会儿既不能言语和动弹 脸上更是一副淡淡的表情 落在黑衣剑客的眼里 却是一副镇定的模样 见到他没有回答 其中一个双臂完好的剑客 走上前来 抓起一欲的手腕 再迈上一探 随即皱眉道 好古怪的点阙手法 怎么办 又让那姚不治给跑了 为首的黑衣男子 蜜眼看了一下遗孕 趁声道 把这小姑娘先带回去 长安城房府 博物出散的早晨 一辆马车停靠在正门外 车帘被人拨开 跃下一名苍衣青年 转身又从中 搀扶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老者下车后 抬头望了一眼头顶高挂的门边 脸色很是冷淡 白发老者直接朝房府的大门 走去 守在门外的护卫 带要伸手拦下 走在老者身后一步处的 苍衣青年 从袖口处 划出一块牌子 在两名护卫的眼前一笔 老者半步未停地 直接走进敞开的大门内 库房外 前不久才晋升为仿佛正经女主人的丽娘 正坐在一张雕花椅上 指挥着来往的下人 归纳昨日皇上赐下的赏赐 远处匆匆小跑过来一道人影 在她身后立定后 功身低语了几句 丽娘妆容精致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裂痕 目光连闪之后 又恢复了常态 交代了后在一旁的管事几句 起身同来人一道离开 远去的步子有些紧促 卢中植端坐在客厅中 双臂撑着拐杖 正正煮在身前 松弛的眼皮搭了着 脸上淡淡地 看不出喜怒 门外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只见厅中大步走进一人 身形瘦长 眉眼虽有些细纹 却难掩一身文质倜傥之气 脸庞略显得消瘦 但精神却是十足 岳父大人 清晰又带着一丝紧色的声音 从她的口中吐出 坐在北处正座上的炉中植 缓缓撑开了眼皮 鹰眼中灵力之色一闪而过 扫了一眼恭敬力 在自己身前五步处的男子 目光移向一旁的桌椅 方大人 今日老夫上门来 特畏一事 望你不要刁难为好 房玄灵垂首道 岳父大人还请名言 小许如能半道 必当尽力而为 他态度恭敬 说出的话却值得玩味 这既没有印象 也没有推辞的话语 让炉中植冷哼一声 哼 你自然是能做到的 老夫前几日 书信于你 向你讨的那样东西 你可是准备好了 房玄灵微微抬头 看向他 摇头道 岳父莫要为难小许 为难 卢中植语调微扬 咱们两人到底是谁 为难谁呀 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好了 老夫不愿同你废话 你要是没准备 现在就去写 房玄灵轻叹了一声 挥手褪臂吓人 看了一眼 立在炉中植身后的青年 眉头微皱之后 又松展 岳父 蓝娘是我明眉正取的妻 修书之时 无须再提 小许是不会写的 卢中植五指猛然并拢 紧握手中的拐杖 一对鹰眼死死盯着眼前之人 不知过了多久 才听他恨声道 哼 房桥我房桥 当年我将蓝娘托付给你 远想着 比跟我这个老头子 四处奔波的安稳 可你 又是怎么对待我女儿和孙子们的 这各种原委 我也懒得听 你线下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 你可对得起他们 房轩灵面色苍白了三分 但仍继续道 当年之时 小许多有错处 若有一日寻得蓝娘 定当面向她赴京请罪 求她原谅 修书 我绝不会写 呵呵呵 卢中植大笑了两声 眼中潮色尽显 若有一日 赴京请罪 亏你说得出口 哼 老夫告诉你 我女儿和孙儿们 早就死在了兵荒马乱中 你莫要再自欺欺人了 早些把修书于我 也让我那可怜的女儿 在九泉之下 能够明末 房轩灵面色再白了两分 道 小许相信蓝娘尚且活在人世 倘若 倘若她真是不在了 那也一辈子是我 房某人的正式嫡妻 咚 一声震人心魄的闷响 卢中植将手中的拐杖 重重在地上一顿 你写是不写 请恕 小许做不到 好 方桥 是你坚持要与老夫 扯破了脸皮 日后莫怪我无情 卢中植冷冷扫了她一眼 起身拄着拐杖 身后跟着那自尺至中 垂手握剑的苍衣青年 缓缓步出了客厅 带他们走后 方轩灵方才捂着胸口 扶着身后椅子 慢慢地坐下 倾壳几声后 唇脚竟是溢出了一丝血红 她盯着刚才卢中植 所坐位置的地面上 炸开了一条半尺长的裂缝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苦涩 老爷 一声柔声轻唤 丽娘走进了客厅 几步站在她跟前 俯下身子 待看清她脸上的血迹 慌忙掏出袖中丝帕 伸手擦拭了起来 老爷 您这是怎么了 来人呢 快来人 传宋大夫过来 方轩灵伸出一手 打断她的叫喊 低声道 无妨 你怎么过来了 丽娘雨中带了些紧张 我听下人说 国公爷来了 咱们府上 我怕 我怕她因姐姐之事 迁怒于你 这才匆匆赶了过来 没想 您还是 老爷 您 您为何不将当年的事情 向她解释清楚呢 方轩灵叹了一口气 伸手握住她 顿在自己唇边 擦拭血迹的手 请拍了两下后松开 闭眼 靠向了一背 凭着岳父的脾气 若是讲与她听 也是枉然 又平白让她记恨于你 丽娘 当年你跟着我 吃了不少苦 小五更是 罢了 此时往后 无需再提 丽娘犹豫了一下 看着眼前 风姿依旧 却略显疲态的男子 眼中闪过了 复杂的神色 终究 没有再多说什么 稍后 就有大夫前来诊治 确定无碍之后 又写了付 安神定器的方子 方玄灵 遣走了丽娘 独自一人 回了书房 她在榻上 小气了片刻 才让门外下人 去寻人入府 自己整理了衣装 在书桌后面坐下 一边翻书 一边静候 敲门声响起 待她应候 一名品貌不俗的青年 走进了书房 对着她一礼 先生 方玄灵 将手中书件放下 坐吧 静言呢 今天叫你过来 是有些事要询问 先生请讲 前阵子 魏王殿下 缩伴的中秋宴上 听说陛下 大家赞赏了一人 还将那人 带离了席间 却有此事 是国子监太学院的学生 卢智 房玄灵的脸上 带着和气的笑容 你觉得这个叫卢智的 为人如何呀 青年双眼一亮 雨中带出难掩的赞赏之意 先生 那卢智 真真是一位少年英姐 不说他在学院中 文采之名就颇胜 那日宴上的十句见言 那般胆破和气度 更是让学生 自叹服辱啊 先生 可是有意见他一见 哦 你与他相识 房玄灵眼中 露出了一丝兴趣 不瞒您说 那次宴后 学生曾主动邀他一叙 我俩虽不说交好 但也是说得来的 先生若是有意见他 我可待您一饮 房玄灵双手交握 目中露出淡淡思索之意 最后还是轻轻摇头 此时不急 见到青年眼中 露出淡淡失望之色 他又择了旁的话题 两人常聊了足有半个时辰 青年才告辞离去 带他走后 房玄灵才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皱起眉头 翻出桌上一本书中所加的纸张 打开细细又看了一遍 骑身在书房里来回踱步 脸上时笑时苦 四疑四难 最后 他快步走至桌边坐下 磨磨扑纸 提笔匆匆落字 信程之后仔细装好 又涂了蜡风 换来门外的下人 低声交代了几句 把信间递出 别忘了 都会阻止 怒 失败